蜀和猫可谓是天生的仇敌了 然而由于历史的巧合 有一种蜀竟然被人们命名为了猫 这种蜀就是毛丝蜀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龙猫 龙猫又称美洲丽蜀 毛鼠 金丝蜀和金浩子 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被称为猫的蜀 它们原产于南美洲安地斯山外 喜欢居住在岩石的缝隙和洞穴之中 虽然看起来像老鼠 但是它们并不属于鼠科 而属于毛丝鼠科 血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 与普通鼠类相比 毛丝鼠的体型可就大得多了 成年的雄性毛丝鼠体长约28到38厘米 体重约1000克左右 在很大程度上 也正是因为它们体型硕大 长得有点像鼠 也有点像猫 还有几分像兔子 人们就赋予了它们龙猫这样一个名字 虽然它们相貌惊奇 并且性情温顺 十分适合做宠物 但是由于本身的繁殖能力太强 数量过多 导致女生并不愿意饲养它们 但是对于商业而言 它们就非常具有价值 很多农场都会大量养殖毛丝鼠 毕竟它们的皮 是世界光阵的超级毛皮 一些奢侈品牌的毛丝鼠皮扫大衣 每件售价高达3万至10万美元 而一件上层的皮扫大衣 就需要100多只毛丝鼠的皮 才能拼制出来 不过这些仅流行于北美和欧洲 在亚洲各国就非常少见 属于凤毛临角 如果你想饲养毛丝鼠 发家致富的话 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毕竟饲养环境要求非常高 规模饲养也容易发病致死 而且一只毛丝鼠 饲养一年的成本 约1000元左右 如果只是当宠物养的话 还是不错的 本期的世界之罪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 关注哦